张怀敏女子疑似跟前男友发生争执 当街把前男友机车踹到 请销到场她情绪更失控 竟然骑上机车猛催油门冲撞救护车 被人拉下来推往路边之后 经过安抚将她强制送医 请销围着女子劝说她情绪很不好 当街把前男友机车踹到还是气难消 竟然骑上机车猛催油门冲撞救护车 一群人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 想坏了赶紧把人从车上拉下来 把她推到路边就怕再有个万一 女子疑似和前男友吵架 双方骑机车追逐行经分源 乡张南路与中山路口徐 再次停车发生口角 女子一气之下将前男友机车踹倒 刚好巡逻警网经过 见女子情绪异常激动 立刻通报消防人员赶往现场 没想到她居然骑车要冲撞救护车 是前男女朋友的关系 那因为刚好在路上相遇 那就在路旁产生一个争吵 消防队原本以为是车祸救护 没想到是男女吵架 好说歹说最后将女子强制送医 而她的前男友在表示 不提出告诉及申请保护令 警方也希望他们双方能静下来 有什么事情好好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